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如果暑假的時候 帶小朋友去這桌 我覺得 我工作有時候 大概是三天、四天有空 就到離島、澎湖 因為那個地方 四面環海 它有很多的海上活動 因為我是比較不怕打下去 真的打在頭的人 所以防曬做好之後 我就會去參加一些海上活動 我的第一次就是在澎湖 我說 怪怪耶 怪怪耶,第一次 我跟你講 我在澎湖不是這個第一次 還有別的第一次哦 是什麼 待會兒跟大家分享 好,今天也有來賓來跟我們分享 他對澎湖的感覺 所以連這一位呢 也是等一下出口四處跑跑的 韋汝 大家好,我是韋汝 想要度假不知道去哪裡 我的第一次 度假也在澎湖哦 一定要這樣嘛 好的 另外這一位呢 我們就不知道他第一次是在哪裡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由澎湖農會總幹事的 陳一鎮先生 大家好 嗨 澎湖的美來過更知道 對 我是澎湖農會總幹事 是 我是土生土長的澎湖人 陪洛 那由他來跟我們分享 已經更棒了 另外這一位就是個達人 因為澎湖有很多的東西 都非常好 那有一樣東西 今天可能大家可以更進一步了解 好,這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如蕙達人 朱鵬逸先生 你好 今天幫你帶來的就是 如蕙的天然保養品 讓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你講 這是我第一次 聽到就是說要來分享 你知道嗎 我還有另外一個第一次 在澎湖是什麼呢 我吃了些人掌 然後我第一次 血尿 血尿是紅色的 我嚇... 真的,我嚇到 我問一下澎湖人 沒錯 沒錯 是不是 對 不知道的人 我就第一次看 天然色素 天然色素 而且那個仙人做的 剉冰也好 做什麼 對 好好吃哦 對 晚上尿尿就知道了 嚇到 嚇到 而且我不是才來完 怎麼又來了 對 一直來有沒有 不停的來 對 所以朋友有很多特別的東西 就是因為他仙人長 可能是環境的關係 所以他仙人長就非常非常棒 長得非常好 對 那如蕙我真的就比較... 比較少 但你的第一次在澎湖是什麼 對,我第一次去度假 我那時候還是被我朋友騙了 因為我們想說平常要度假 你一定會想說 可能去比較遠的國家 可是一遠國家 你去海島國家 像往南邊走 走巴厘島 你至少要坐飛機 坐四個小時 所以那個時候 我朋友就推薦我說 如果你想去海島國家 不如第一個選擇就去澎湖 大概坐 對不對 然後不會太遠 你不會暈飛機 然後一下去的那個感覺 真的就很像在國際的那種 海島飯店有沒有 海島國家的感覺 因為你可以看到水上活動 有人在玩風帆 然後晚上還有人在 然後那個海水聞的那個味道 你就真的以為自己在國外的感覺 然後整個心情都放好鬆喔 真的 真的就是離國家很近 然後不用坐太遠的飛機 然後又可以在一個講中文的地方 不用擔心語言不通 然後又可以度假的感覺 真的 對,我覺得澎湖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真的,第一次去旅遊就給了澎湖 對,這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對 如果說海鵝 剛才說過 我們有這個... 對那個燒烤 我也去都晚上 晚上去到 全這個 朋友是誰的 他很厲害 他就知道這個放下去 可能這裡沒有燒烤 往前面一點點 立馬 一上來都金光閃閃 夠漂亮 對,很漂亮 海鵝應該是都有體會過 沒錯 沒錯 那就是對這個我們來講 這個特別的一些景點 那我們就請這個 陳先生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朋友、特殊 對 澎湖過去是 漢人移民台灣本島重要的一個祭典 對 閩南傳統文化在澎湖扎根 對 不但充滿了閩南人的人群位 現在在那裡 還都保有很多閩南的文化習俗 造型 那這裡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宮 也造就出世界級的地質景觀 對 對 還獲得了全球十大 最佳世外桃源的一個殊榮 那無論景色、人文 皆是風情萬種 對啦 適合放鬆度假的一個導遊 對 而且我印象很親愛的就是 陰蝦就是有時候風頭嘛 對,風很大 它有一些房子 好像在頭的下面一樣 對 就是有沒有看到它的屋頂 它的屋頂、屋簷 都有特別的設計 防風什麼... 然後就躲在下面 其實對我來說 不管它是不是... 人家說風頭或什麼 我都喜歡去感受不一樣季節的陰蝦 沒錯 對 陰蝦人就是... 應該怎麼講 他們會害羞 但是他們又很親切 對 吃的東西 陰蝦的海鮮 真的沒話講 有,夠便宜耶 對啊 因為都是 對,而且是吃到新鮮的 對 說回來 我今天在這裡 海鮮買的第一次知道 爐蝦跟陰蝦這麼親密關係 對 請達人跟我們分享一下 爐蝦的話 在噴乳是 世界最有名的品種叫吉拉手爐蝦 而且它又大 而且肉質又厚 擦起來的話 它可以說保溼、晒傷、晒厚 都有這個功效 對 我們所知道的就是 如果說打在頭打在手上什麼 用爐蝦是最棒的 對 不過 爐蝦我也知道可以吃 爐蝦就是要怎麼處理 對 因為我在家裡 我有種爐蝦 很多人家裡都有種爐蝦 以前我媽媽會把那個爐蝦 有沒有,把肉割下來 然後跟肉一起燉 然後給爸爸補乾的 對不對 補乾可以吃 對 然後像夏天 我哥哥可能出去海邊玩 晒傷之後 我媽媽也是給他塗爐蝦 但是有一次我媽媽 把我哥哥弄到 整個皮膚是過敏耶 就是有一次 他晒傷之後也是塗爐蝦 然後一樣刮那個肉 不知道是肉跟皮沒有切乾淨 還是怎麼樣 反而敷上去之後 我哥整個皮膚是大過敏 這是學問的 達人跟他分享一下 那就是因為是裡面那層 有這個 乳胃素 會產生過敏的現象 現在看乳胃是... 這個是乳胃素 這個... 那個不可以... 不可以吃 不可以墓 這次吃了會拉肚子 這樣哦 可是這長得跟我們一家... 一般家裡面那個品種 也不一樣耶 不一樣,它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這好肥哦 好肥哦 對 它這個蘆蝦叫 吉老索蘆蝦 其實我們這個蘆蝦 它喜歡生長在陽光充足 然後土壤排水性好 這個環境 澎湖是相當素的 陽光又大 多肉植物 對 我們現在澎湖產的蘆蝦 就叫吉老索蘆蝦 蘆蝦有... 全世界有差不多三百多種 三百多種裡頭 它幾乎大部分都是觀賞用的 能夠食用、要用的 在國內只有五種 哪五種 就是揮州蘆蝦 好望角蘆蝦 女王菌蘆蝦 芒蘆蝦跟陽蘆蝦 我們這個吉老索蘆蝦 就是屬於陽蘆蝦的一種 這個吉老索蘆蝦 目前是世界上要用植物裡頭 然後也是最高級的一種 我們剛剛講的蘆蝦的這個 會有... 會燒癢 然後吃了之後會腹瀉 完全是因為 沒有處理好 而且它能使用 有些才五種品種 不是每個蘆蝦 你們家中的都可以這樣嗎 對 會不會我家中錯了 中錯了 觀賞用 觀賞用的就不行對不對 對 所以要煮來用的 我們就要問清楚 其實說起來 如果要很早煮來用 擦下來 煮湯就補一下 也不會有 這樣還要來擦也不夠 好像很麻煩 補爐就是把我們處理好 我們直接來使用 對,又不用擔心會過敏 對不對 對啊 但是講到蘆蝦 我知道就是它可以鎮靜 然後它可以保溼 滋養 美白 滋養 滋養 對,消紅皺 對,消紅皺 尤其打到熱湯湯的那種 脫皮的那種 對 還有 燙傷也可以 對,燙傷都要火腐 等它那個紅退掉的話 就不會起泡 就不會有疤痕了 真的啊 我跟你講,那都是你們細皮、潤肉 像我的皮比較厚、厚的 比較不會容易碰壞 不過現在的人 就是紙外線也可能比較 太厲害、太強了 所以防晒也很重要 不小心很容易碰壞 不如這樣 請我們的達人 朱先生來跟我們分享 直接拿那個來切開 我們來了解 到底蘆蝦要怎麼處理 好耶 好 這麻煩了 我們就是... 對切嗎 這個先把那個... 現在那個... 那個有銅蟲這個切掉 為什麼裡面很透明 為什麼裡面就沒有那個... 因為它會滲破 它真正的膠體 裡頭的膠體就是這種顏色 是這個才對的 對 所以剛才那個先切掉 對 然後再對一下 這個很厚耶 好像水果 這很厚耶 很厚 小心 像這個就可以使用就對了 對,還有這個要棄皮 把它的皮清掉 對,棄皮 而且有人把蘆蝦肉 切下來之後有沒有 像椰果一樣有沒有 放在蜂蜜裡面 然後加入檸檬水 然後像椰果這樣搖起來 QQ的就很好吃 小心哦 好 好,這樣 就蘆蝦膠體 我們真正食用的 就是這一塊蘆蝦膠體 對 不管是食用 或者是做化妝品 就是用這個膠體 是 然後一般市面上說有毒 然後會癢啊 會癢啊 然後會腹瀉 就是這個大黃肝 這個就是瀉劑 一般我們中藥所謂的瀉劑 在英文名稱叫Aloin 就是A-L-O-I-N 就是我們所謂的大黃肝 你吃到這個絕對會腹瀉 是 然後擦皮膚就會燒癢 所以你看 所以使用... 先切掉 這個不用 處理很重要 這個切掉 然後裡面剛剛那一塊 就非常漂亮了 對 像果肉真的很棒 很漂亮 所以那個就可以直接塗在 皮膚上面敷著了 對 然後燙傷也可以這樣敷著 對 然後或者是切塊也可以食用 可以 家裡種一顆這很棒耶 都可以 生吃也可以 生吃 家裡可以種這樣一顆 這一大顆 對,記得黃黃那一塊 要切掉 我們就把它切掉 不要使用 當然蘆蝦就是 就是看人家的體質 有的人比較冷的人 可能你要斟酌的使用 對 你在中午的時候或是什麼 因為早上蓋著 有的人說比較冷的不敢 不如你比較會補 你就可以來使用 要吃像你剛才說的 像蜂蜜 檸檬水放進去 它就像椰果一樣 而且它熱量其實沒有什麼 對不對 它算是蔬菜的種類 沒錯 膠質也多 沒錯 好,所以我說話 我們自己處理會比較麻煩 不如看有些處理好的 跟我們分享 還可以使用 麻煩達人或陳先生 好 我們這邊就是有把蘆蝦萃起 之後又純天然的 沒有添加化學成分 可以直接擦 像 還是燙傷 或小朋友蚊蟲藥 都可以直接擦 它還可以滋養 消紅腫 晚上睡覺之後 也可以當洞膜保濕 補充水分 像保養品一樣 就是說卸完妝之後 洗完黏 就可以把它當保養 當洞膜 保護也可以 它會慢慢吸收 不會像一般四面換作的那種 那個有黏脂 比較黏 像藥膏一樣 而且它會黏不好吸收 這個就是... 稍微吸收 像水一樣 馬上敷就會迅速的吸收 如果這樣說起來 這個不用敷... 說說有的都要洗掉 它這個還好吧 這個都不用洗掉 就很清爽 你們可以... 試試看 你抽你的手看看 因為其實有非常多的那種保養品 它強調保溼 它其實都加了很多的蘆蝦在裡面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過敏肌膚 要鎮定 也會用蘆蝦加進去 對耶 它也是水的耶 對,你們看 對啊 是水的 是水的耶 它是像水凍狀的耶 我跟你說 我們的皮膚 不管是要美白 要保養什麼 修身的就是 對 再來就是 對 你的皮膚要是有足夠的水分 我跟你講 我印象很深刻 我如果去日本出外景 冬天的時候 冬天裡面燙起來很燙的 我去的頭一天都... 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到下雪的地方 我都覺得說 為什麼第三天我這邊的肌肉 這邊的肉就好像沒有膠原蛋白 就是很乾、很瘦耶 那就是水分太少了 被吹乾了 被吹乾了 因為你如果保溼不好 你擦什麼保養品 它就是吸不進去 對 就是... 就不會... 不會亮亮的 對,像皮膚如果是缺水的狀態 你就算補太多油脂進去 皮膚還是暗暗的 就沒有那個水亮亮透透的感覺 你要先保溼 然後再來營養 再來一點油 對 尤其是下雪那種地方 而且這真的讓我好意外哦 因為它擠出來 真的就是像牙膏一樣的東西哦 可是它真的推開來 你看,它是會滑下來的耶 對 它碰到溫度是會融化的,你看 對啊 這樣好吸引人哦 對啊,你看 它在那邊滑成水耶 而且完全不黏膩耶 我已經滑一、兩、三次 它已經都被吸收了 已經都沒有了 我剛剛已經擦了第一層了 對不對 我現在擦的是第二層 然後完全不黏膩耶 它是像水一樣 尤其夏天在這個冷氣裡面 冷氣房 也是,很重要 對,冷氣房 水分流失的話 都可以補水 是 補充水分 好 裡面的成分也要麻煩達人跟我們分享 這都是天然的 都是天然的蘆味萃及 再加一種甘油 甘油的話會讓你更保溼 只有這兩種成分 對啊,怎麼那麼簡單啊 簡單是最好 所以這裡面的成分跟那個 是同一個品種嗎 都是這個蘆蕙 都是吉他手蘆蕙 真的啊 都是最頂級的耶 其實蘆蕙的保溼效果 真的也很好 這個蘆蕙它的成分 很多 它有八大成分 就是我們的木質素造角乾 安特拉歸隆綜合體 還有酵素、維生素 單糖跟多糖 還有礦物質 還有七十五種對人體有益的物質 因為有這些成分 所以蘆蕙它有消炎、消腫 然後強力清潔、保溼、美容 跟促進胃腸蠕動的一個功效 它可以內服也能外用 可是現在這個就是外用了嗎 外用的 這是外用的 我們這個是外用的 另外這個達人還... 另外一種... 也是嗎 也是蘆蕙嗎 豆磨 這個是外用豆磨 豆磨 直接敷在臉上飽飽的話 它大概十分鐘至十分鐘 它會自然吸收 就類似我們面膜一樣 不用再敷那個膜劑 這個就比較簡單 就是直接不用洗掉 完全吸收 如果這樣 這跟你剛才說的 都可以當面膜 對 但是這個是有保安品的成分 那種蘆蕙膠是沒有保安品成分 只有是蘆蕙保溼、質氧、消紅腫 它這個功效所以不一樣 這讓我不是要飛到澎湖才買得到 沒有,現在網路就可以直接買得到 還有在高雄 也有唯一的一間門市 高雄才有門市 網路就是手指點一點 它就會送到你家了嘛 對 就是網路訂過的話 我們就是會栽培 好方便哦 對 我要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農會總幹事 陳先生 跟我們分享一下 培歐有些很棒的景點 要對策劃 好的 前面我們有說過 澎湖是有九十個島嶼組成 對 很多台灣本島 到澎湖去旅遊的觀光客 都會走跳島的一個行程 譬如說先到七美的雙心石戶 對 然後再到旺安的立溪龜博物館 去體驗立溪龜的生態 對 然後去吉貝 看它的沙蛇 體驗浮潛 以及一些戶外的海上活動 然後再到北環 就是西儀的小門地質公園 對 去看它的金魚洞 在隔壁有二坎的一個古厝居落 然後我們還可以去零頭 看看它綿延三、四公里的 貝殼沙灘 最後可以到馬宮的一個天后宮 它有四百多年的一個 以及古蹟的歷史 好 這是一般觀光客到澎湖去 必走的一個行程 是 最近有一個比較夯的行程 就是 就是在我們福西鄉、北遼村 的一個魁壁山的摩西分海 大家可以去體會一下 大自然退潮的一個奇妙捷徑 是 它在大退潮的時候 島跟島之間 它會形成一個很壯觀的 一個歷史步道 好 就宛如摩西分海的一個情境 所以各位可以算準時間 然後去參觀 通常什麼時間 要看山退潮 大退潮的時候 所以要算準 到時候有些了解一下氣象 問這裡在地上 就醃醃,醃起來了 回不來怎麼辦 有很多的一些景點 也可以去參觀 可以去玩 所以如果你們說 宿舍或是這裡的露營 我們現在的朋友 的確是一個不錯的 可以去觀光的一個離島 又方便又好玩 今天我們也因為特別來賓的分享 才知道 我像澎湖的第一次 不只就是仙人掌 也有蘆薈 如果待會兒來插它 那就是我第一次 使用澎湖的蘆薈 而且它有不同的選擇 就是臉特別保養的 但不管怎樣 它就是保溼天然的 沒錯 然後小朋友可以用 對,聽說 聽說我們陳先生 今天還是達人 有小禮物要送給我們 美鳳有約 好難講 官方... 官方網站 沒錯,沒這麼說話 我如果說這是... 如果說快點 歡迎大家上美鳳官方網站 沒錯 好,怎麼樣的禮物 對,我們有準備小禮物 要送給我們 今天收看節目的朋友 對 大家節目結束之後 是 上美鳳有約官方粉絲團 回答正確答案 對 就有機會得到這個小禮物 只要答對的話 你就有機會可以得到 我們今天特別問你準備了 應該是配蚵 稍微輕鬆出來 很好這個蘆薈的東西吧 我想應該是 好的 今天非常謝謝你們的光臨 謝謝分享 謝謝 謝謝鳳姐 謝謝你們 也記得哦 美鳳方... 方網站 去回答問題